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那因為現在大家都已經開始有在出國了 然後我們身旁也有很多朋友呢 他們也有在準備滑雪 那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滑雪 或者是滑雪的新手 他們不知道要穿什麼 所以都會有人私訊我說 那我滑雪要穿什麼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來分享一下 滑雪到底要穿什麼 裡面要穿什麼 外面要穿什麼 或者是有哪一些適合新手的裝備 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一開始呢 我先幫大家問一下說 為什麼美樂你這麼會滑雪 我不敢說我這麼會滑雪 因為對我來說也是這麼會滑雪 我只是在美國大學的那一段期間 有滑雪 然後可能比大家還要早接觸滑雪 那滑雪教練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本身很喜歡滑雪之外 然後他也是我的to do list之一 所以我就想說 趁著去年有時間的時候 然後就去年先考了滑雪 那因為我們在台灣 要接觸到滑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在台灣呢 我們只能接觸到小叮噹 只能接觸到一些滑雪的學校 像是那個滑雪的跑步機那種東西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們呢要出國滑雪的話 那有哪些裝備呢 是我們必須要準備好的 那或者是有哪一些東西 是我們可以先練習的 那首先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一個新手剛要去接觸滑雪 或者是沒有滑過的學 剛要去學場的話 需要準備哪一些裝備 因為我在美國第一次滑雪 還沒有滑到的之前 我表姐就先帶我去 買了那一些裝備 當然是花了很多錢 對學生來講是花了一筆錢 那時候我表姐帶我們去滑之前 她就說要保護好自己 才會享受這個運動 那我們這次的裝備是以Snowball為主 那最一開始我們買的東西就是有 褲具 雪衣雪褲子 然後還有穿在裡面的衣服 但是因為如果是在日本的話 雪衣雪褲都可以借 所以我會想說是先買 像是這種Leggings 穿在裡面的Leggings 或者是穿自己家裡 本來就有的Leggings 像這個瑜伽褲 然後上半身是穿這種 長袖的西施牌和衣服 通常如果說像是在美國 或者是在日本這種 沒有到零下十幾度的國家的話 只要再穿一件T恤在外面 然後再穿一個雪衣 其實在運動的時候 你在運動不會特別的冷 就會覺得好像應該要穿很多 那後來穿很多之後 開始滑的時候就很熱了 對通常一開始滑的人 可能會不知道滑雪在運動的時候有多熱 因為你可能會一直跌倒 再站起來 跌倒再站起來 像我們去北歐啊 但就負二十幾度的地方滑雪的話 非常冷 對 非常冷的時候 中層我們會再穿一個保暖層 像是這種的毛的 就有點像登山的時候的穿搭這樣 然後我們剛才有講到保護自己的裝備啊 最需要就必要買的東西呢 就是護膝 護膝跟這個護屁股的 這些東西在網路上買 都可以很簡單買到 然後很便宜 就一定要買 不要省這個的錢 特別是新手 雖然是我的教練 他自己也沒有用護具 可是你要常常跪著等人 或者是你坐著的時候 有一個護墊 當然是比較好啊 然後很多人會問我說 要不要買護腕 我之前也都沒有買過護腕 然後我上教練課的時候 老師就跟我們說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護腕的話 你會更想用手去撐 你就用手去撐地 那就不是正確的摔倒方式 然後你如果硬用手去撐的話 你的手骨這邊可能會斷掉 但其實滑倒的時候是要抱住 抱住自己的身體 手不能往前去撐 你就可能可以坐下來 或者是這樣子 去 用膝蓋去跪 有護具的地方去撐 就是膝蓋跟屁股 穿完這個Leggings之後 穿這個護臀 這樣子穿上去 然後再呼吸 這樣子穿上去 對 再來就是滑雪的襪子 然後滑雪的襪子 就是要穿像這種高筒的 到膝蓋下面這樣子的 這種長度的襪子 要厚的襪子 然後我自己是穿這個羊毛襪 然後在穿襪子之前 有很重要的就是 腳趾頭的腳趾甲 不要剪掉 這樣在滑石動過 在做那個動作的時候 才不會腳趾太長那去 弄到瑜伽 鞋子很緊 會抵在後面 我就看你自己偷偷撿 然後都沒有提醒我 真的假的 就我以為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要穿這個微脖 圍在脖子這邊 才不會冷 或者是搭纜車的時候 很冷可以用到這邊 或者我們在往下滑的時候 也是要用到這個 也是要遮到這個 不然就很冷 鼻子很冷 鼻涕一直流 對 微脖要帶 然後再來是手套 手套有這種 鬍子分開或者是連在一起的 都可以 那我們自己 用下來呢 覺得是這種在一起的 這種呢 它是裡面也有鬍子手指頭 會比較不好穿一點 那這種呢 它就是四隻手指頭 放在這裡 然後一隻手指頭 放在這裡 我比較喜歡用這一隻 對 我也是喜歡喜歡用的 那用這種也是不錯 如果是像我們這次去北歐華 那個非常冷的天氣的時候 裡面還可以放暖包 小的那種暖包放在手這裡 對 然後記得這個手套呢 一定要買防水 不能買一般的 去寒冷國家 用那種毛手套 就拿去滑雪 那這樣手就會動翻 那就是沒用 因為那個水進來 你的手就結冰了 對 動翻 然後這個手套啊 通常滑雪店裡賣的手套 它一定會有這個勾勾 它就是會先這樣掛在這裡 這樣穿進來 就不會不見 然後你拿下來要滑手 要幹嘛的時候 拿下來 就 就會掛在這邊 那以上就是一些貼身的東西 就是可以在台灣先買好 或者是不一定要在雪具店買到的東西 那這些的價錢呢 也沒有到非常貴 而且這是貼身的人身不平 還是用自己的會比較好 這些是沒有得租的 然後再來就是雪衣雪褲 我看很多人去日本玩 他們是有的租雪衣雪褲 而且 上次我們去的時候 我看朋友租都很新耶 而且租的都是有品牌 都是很有牌子的耶 看了我都想租了 然後都很新 什麼尺寸都有 然後小朋友的也有 男生女生都有 那像滑雪的話呢 租雪具是非常方便的 連雪衣雪褲也有 可是像美國就沒有租雪衣雪褲 然後紐西蘭也沒有租雪衣雪褲 日本算是蠻方便的 然後雪衣的話就是 有些人就會買那些有品牌的衣服 那防水捏是一定夠的 然後我們也是有在網路上 買滑雪的雪服 上面就會標示防水的係數 像這個就是大概一萬 那如果說今天大家想要買 雪衣雪褲的話 你有沒有推薦在哪裡買 或是什麼牌子 我之前都是買Burton的 然後我會買小孩子的 因為之前住在美國 Burton都會有特價的時候 所以我們都會買Burton 然後我自己覺得在日本 也是有一個蠻好的廣購平台 就像我這一間就是在樂天買的 然後直接寄到飯店這樣 然後我這樣子一整套才3000多 然後我在特價的時候才3000多而已 日幣嗎 台幣 就是買好的時候 就可以幫你寄到飯店 然後你到飯店就可以拿了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馬上換起來 去滑雪 然後就多了一套新的 好開心 然後我自己還因為預算考量 那一開始接觸滑雪 也不太知道說自己會滑多久 會不會喜歡滑這個 所以呢我是買Decano的 雪褲 很便宜 那除了這些 那像是安全帽啊 鞋子那些呢 我覺得安全帽很重要啦 我是有買安全帽 可是安全帽也是可以租的 然後還有一個我第一次還沒去滑雪前 我表姐就帶我買的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Goggles 因為我不確定這顆可以租 安全帽是一定可以租 我這一次是買POC的這個Goggles 然後這個雪鏡啊 如果說有想要夜滑的話呢 可以去買那種白天晚上的 它可以變色的那種鏡片 對 在晚上的時候視線會比較好 然後它雪鏡有很多顏色 所以可以選喜歡的顏色跟衣服做搭配 這是很大的坑 對 跟單車一樣 這有著後來的事 然後我還有一個 你看這橘色很可愛的安全帽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勾勾 它這個是要勾雪鏡的 把雪鏡放在這邊 這樣子 然後在準備的時候 就會先放在這邊 就不會手上拿很多東西 然後你要拿鞋子 要拿什麼 通常教練對你說幾點在哪裡集合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一手拿這個一手拿這個 然後可能就又掉了 這樣 如果是團班的話 就會有人在那邊等的時候 欸我那個東西掉了 那個東西掉了這樣 沒有機會 你如果去上團班的時候 有可能有這種狀況出現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先放在這邊做準備 然後戴上頭 我就不用有手拿東西 或怕掉了的朋友 然後再來 除了安全帽跟以上那些東西 我後來划了幾次之後 接下來買的東西是鞋子 你應該最有感的鞋子吧 嗯 那你覺得為什麼要吃鞋子 因為去國外租鞋子的話呢 大小不一定是符合自己叫的大小 太大或太小 穿起來要滑的時候都不舒服 然後這個是我們滑雪的鞋子 不是一般的鞋子 鞋子是專門snowboard滑雪用的鞋子 我跟阿丹的都是這種傳統的綁帶的 還有另外一種是BOA的就是轉的 就是不用用手綁鞋帶 它是用轉的那種的 那種就會很方便 對 那它就不用在那裡拉 對 像我們這種比較這樣 對 我們這種就是比較傳統的 所以這個鞋子呢 是我們認為最值得投資的東西 對 因為你覺得 你覺得穿別人的鞋子腳都會痛 對 你每次腳都痛 然後你又換得起 就是怪鞋子 對 那一定是鞋子的問題 你就在那邊說 喔我這鞋子好難穿喔 對 都是因為鞋子的關係 腳好痛喔 對 所以同時一裝自己的鞋子 是很重要的 對 然後鞋子最好都要去試穿 一定要去店裡試穿 不然它的尺寸 有的人腳比較窄 有的人比較寬 所以不一定 而且有些雪具店啊 他們很厲害 他們有那種測量你腳大小的機器 對 它那個一測出來 就可以知道說你的腳是合什麼樣的鞋子 對 而且各的品牌 它不是只有尺寸不一樣 它就是連寬度啊 或者是 漩頭啊 也不一樣 然後像我朋友他們 比較精靈一點 他們就會 先知道自己的尺寸之後呢 他們就會上 國外的網站去買 對 那國外網站買了之後 再寄回來 含運費可能會比在台灣買還要便宜 對 可能便宜一些 然後就是雪板啊 那雪板 通常第一次划的人 都是用梳的 因為沒划過嘛 想說就試試看 你喜歡Snowboard 或者Ski 然後 它這個 我們是放在家裡的時候 是會把這個拆掉 這個東西叫做Minding 它就是會卡在雪板上面的 然後 鞋子就是用Minding這樣子卡住 最雪板的是我們認為也說 等有滑出興趣 想要 再多一點時間來玩這個的話 雪板就是可以下手的東西了 我們在家裡放的時候 是會把這個拆掉 因為如果是鎖太久的話 這邊會封開 我有聽過有人說 這邊會裂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跟大家分享滑雪的裝備 那這些滑雪的裝備呢 其實在Facebook上面呢 有一個二手社團 那一開始呢 不想花太多錢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去二手社團那邊去找 找看看有沒有自己適合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要去上第一堂教練課之前 可能自己要先準備好哪一些東西 因為通常教練會跟你說 九點在什麼什麼地方集合 著裝晚地 他會說什麼時候在那邊 帶著你的雪板到那邊集合 那時候你就要先穿好鞋子 不然也就會浪費你的時間 浪費錢 教練每一分鐘都是錢 對 有可能哪些東西沒有穿好 然後去到那邊 教練開始跟你講話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穿 對 所以大家最好是先把鞋子穿好 然後板子也都租好 就不用教練再帶你去租板子 再租鞋子 再教你怎麼穿鞋了 那除了剛剛有講到帽子跟Goggles之外 因為很多人可能不想要戴安全帽 覺得戴毛帽就好啦 安全帽很醜啊什麼的 會壓到頭髮啊之類的 很多很多人 可是我建議新手一定要戴安全帽 因為你不知道你怎麼跌倒 在我是新手的時候 我很常撞到頭 你跌你不知道怎麼跌的 可能會往後 往後的話可能就撞到後腦燒 那你撞到的話就撞到安全帽嘛 所以就沒關係 如果是高手的話 可能會去划一些樹叢裡面啊 我是也建議戴安全帽啦 一跌倒就撞到樹 可是我就是有聽到一些厲害的人 他們就是在樹叢裡面滑的時候 還好他有戴安全帽 他就是這樣在滑的時候 剛好一棵樹他沒殺住 就撞到這裡 整個從這裡裂開 整個安全帽從中間裂開 如果沒有安全帽的時候 裂開了就是 就是你的頭 對 我是覺得這安全帽很可愛啊 對阿 我覺得可以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安全帽啊 還有另外有人會問我說 有那種可愛的烏龜造型大大的啊 那個是可以買拍照用 可是如果你想要真的滑的話 那個東西可能會讓你重心不穩 所以我會建議比較貼身一點的比較好 然後像戴手機的話 我就會放在這邊的口袋 對 我不會放在下面的口袋 因為你一蹲了 然後這裡就會卡住 你就怎麼蹲不下去 我的手機這麼大 然後我還放在這邊的口袋 我就啊 錄不下去 所以我會放在上面的口袋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要去見教練之前 可以先把鞋子穿好 教練就不會等你穿鞋 穿鞋子穿好是怎麼樣 叫鞋子穿好 我鞋子就都穿好好了 像鞋子它這裡就會有兩層 一層是布面 一層是外殼這一層 所以就是要把外層先拉開 裡面才有辦法再拉開 有些人可能會都沒有拉開 然後他就要腳放進去 他就放股進去 他說太緊了太緊了 其實他沒有太緊 腳放進去之後 再從內層拉緊 內層拉緊之後 外層再拉緊 外層拉緊之後 波瓦的就是用轉的 像我這個就是用拉的 就把鞋帶綁好之後就好了 然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 雪鞋裡面就是襪子 不是褲子 之前可能會有人把雪褲放在裡面 帥 要記得雪鞋的裡面一層就是襪子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小tip 就是你拿到雪票的時候 可以放在這裡或者是手這裡 因為現在大部分雪場設計都是用感應的 然後它就是卡 你可以把卡放在這邊或者是這邊 就是感應就進去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對要準備出過滑雪前 我們的一些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或者是你們有一些滑雪的資訊 內容想跟我們分享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好那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是滑雪或者是任何運動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護自己的安全 像是護具這種的都要穿著喔 好那我們這次的介紹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